一見面就主動幫娘娘代好隨身物品 負責拿重野 根據香港兵制 這地應屬於運輸兵的一種 31歲的女神陳瑩 早前自爆曾經拍過4次拖 還暗示最後那個就是賭王仔 何尤康 她還說自己現在是誕生母 第五個還未出現 女神一句 available 大把兵仔爭著獻恩勤 早幾天 一仔就見到陳瑩入好姊妹何硬絲 和一名爆肌大隻男去Hi-T 看真點 原來這個爆肌男叫張子豐 老爸是橫聲唱片老闆 名副其實是太子爺 期間Fred還主動打開背包 幫陳瑩帶著隨身物品 這麼好服侍 不知道這位太子爺 有沒有機會upgrade成為娘娘的大將軍 2015年陳瑩和賭王仔何尤康被發現秘密油紮房傳出飛聞 當時有四太開綠燈 有傳陳瑩還進駐四太名下棍林天下一個複式單位 以為坐定粒綠 誰知不夠一年就分手收場 脫脫之後 和陳瑩傳過飛聞的有伊甲大王仔劉德進 羅天宇 張震朗 陳家樂等等 不過女神痛痛都否認 上年陳瑩又高調現身賭王喪禮 之後又被一仔拍到她和尤康撐桌 南方還時不時出動名下七人車接載女友 當外界都以為他們反撻成功 誰知又殺出飛魚王子方力申 對陳瑩大獻殷勤 和尤康再脫脫之後 最近陳瑩明顯寄情工作 一劇折一劇沒有停手 另一變相 其實在三年前 陳瑩和方力申已經傳過飛聞 還被人拍到他們去酒吧密會 之後陳瑩又帶爆小芳曾經單獨約她吃飯 她還說小芳絕對是一個好男生 是她認識的男生當中 最有善心 心地最好 今年初陳瑩曾經回加拿大探婆婆 回香港之後要隔離21天 期間小芳也有送上珍珠奶茶和一張卡 不過陳瑩就澄清和小芳只是好朋友 只是說她好好 沒有說好喜歡 在情人節當日 陳瑩收到有心人送上兩束玫瑰 其中一束就是她老公Howie 至於另一束 她就說不是小芳送 而是另有奇人 那會不會就是她呢 話說這位大隻男 叫張子豐 爸爸是環星唱片公司老闆 她在加拿大皇后大學主修電影 副修心理學 一零年回香港之後 因為不想靠富音 所以入電影公司做PA 一三年入行 曾經出過唱片 近年簽約TVB和邵氏拍劇 同時她也和朋友合組製作公司 撿到電影、廣告、MV、短片等等 最近Fred醉得女神歡心 經常相約飯局 早前一仔又見到Fred和陳瑩的一班好姐妹 那位、萊惠玲、何硬斯 吳家希吃午餐 見她全程都雞丼不斷 很明顯已經融入了姐妹圈 吃完午餐 陳瑩娘終於嫁到了 做得女神隻兵 都要講家底 Fred就勝任有餘 看看她多會做 立即打開個杯囊 讓陳瑩把手上的東西放進去 負責幫女神拿東西 之後他們還和何硬斯去排隊吃Pancake 看真一點 Fred的Outlook真是不錯 穿着貼身衣都見到她爆肌 入餐廳之前 你嘟 我又嘟 原來他們都有下載安心出行 由創刊開始 31年都堅持敢言 開展偵查報道 創全新報道方式 首創狗仔文化 帶爆名人 豪門恩仇情秘 無據黑勢力 大揭黑社會避聞 踢爆政府醜聞 站在香港人一邊 由過去到現在 一周刊從來沒有變 我們都一樣堅持敢言 在最壞的時間 我們承諾 會一直在香港人身邊 陪你繼續講真話 一周刊31年 和你一路同行 大揭黑社會 心疼 你總共是一路同行 有頂度